真的是冷血殘暴 在高雄市有三隻出生不到三個月的小狗 被發現遭人惡意以棍棒毆打施虐 其中還有一隻奄奄一襲 那麼小狗身上還被蓋上往生皱的符紙 動保團體氣憤的懸賞五萬塊 要請民眾提供線索來揪出虐狗狂 緊急動物救援小組志工 獲報到林園這處廢棄公廁 搶救被遺棄的小狗 在找到兩隻幼犬後 赫然發現另外的角落處 還躺著一隻奄奄一襲的小狗 沒有啊 它呼吸啊 它呼吸啊 趕快 趕快 一度以為小狗已經死亡 因為上頭除了衣服 還蓋著一張往生皱 志工發現小狗還有氣息 但失溫嚴重 連忙合力抬起它 飛奔送醫 趕快救他 我的眼睛 不行啊 不行啊 小狗被送醫時呈現休克現象 下半身也疑似遭到毒打而癱瘓 還好經過搶救後 這隻不到三個月大的小狗 撿回了一條命 但下半身癱瘓 讓人相當不捨 這一張往生皱呢 就是上次 狗狗身上被蓋的往生皱 那時候我們動物救援小組 是覺得是那個兇手 他就是虐打完狗狗之後 可能怕那個內心受到譴責 然後只是要彌補一下罪惡感而已 虐狗人冷血殘暴以為放髒往生皱就能心安理得 志工們氣憤難平提出五萬元獎金 希望民眾提供線索 揪出這一名虐狗狂 東晨新聞林晨阳高雄報導 又傳出虐狗事件 高雄市林園區一處偏僻的廢棄廁所 有三隻出生不到三個月的小狗狗被人用亂磅殴打 其中一隻小狗狗奄奄一息 身上還被覆蓋上往生皱 唉唷 好可憐喔 志工從廢棄的公廁裡爆出兩隻受虐的小狗 牠們臉上充滿恐懼的表情 一旁另一隻小狗更可憐 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身上還被覆蓋往生皱 我看他蓋往生皱了 要走 要帶走 走了 這是走 就想天使的 志工以為狗狗已經被打死了 這時狗狗突然虛弱地睜開眼睛 讓志工一陣欣喜若狂 原來狗狗還活著 沒有耶 還活著 趕快 趕快 狗狗後腳已經被打到癱瘓還嚇到失禁 志工趕緊將牠抱起來送醫 志工說從沒看過受虐狗身上被放往生皱 也判是虐狗者為了求心安 降低罪惡感才會這麼做 虐打完狗狗之後 可能怕內心受到譴責 然後只是要彌補一下罪惡感而已 所以才把往生皱放在牠身上 狗狗目前已經脫離險境 只是知道了心虛為什麼還要對狗狗下毒手 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志工決定懸賞五萬元 希望民眾提供線索 救出這個可惡的虐狗兇手 記者李千蘭肖志遠 高雄報導 先來關心高雄市 又發生了有虐狗的情形 令人相當不忍的畫面 有人發現才出生三個月的三隻 這個小狗疑似被人家拿棍棒痛打虐待 有一隻被打到奄奄一襲半身癱瘓癱了 身上還被蓋上了往生的皱紙 讓愛狗志工看了忍不住掉下眼淚 小的粉都沒有 沒有 這隻是不是往生的啊 對啊 這隻白色小狗全身癱瘓 躺在樹下身上還蓋著往生皱紙 志工一度以為牠已經死亡 一先開皱紙 才發現牠還有呼吸 沒有啊 沒有啊 那呼吸啊 那呼吸啊 趕快 趕快 小狗被打得奄奄一襲 志工趕緊將牠移到車上 另外又在一旁的廢棄廁所 發現兩隻疑似也被虐待的小狗 睜著一雙大眼 像在控訴虐狗者的無情 讓志工好心痛 還有蜘蛛 唉唷 好快喔 唉唷 好可能喔 欸咧 趕快救到我的眼睛 呼吸啊 志工火速將三隻小狗送一 索性經過診治後 聲明跡象穩定 志工說這三隻小狗 疑似是被人亂磅毆打 才會全身貪亂 我們覺得這一張 會蓋在小幼犬身上 是因為那個兇手 他作賊心虛的關係 就是他把牠虐待致死之後 他又把牠蓋上 只是求一個平安 虐狗後還將往生皱紙 蓋在小狗身上 實在太殘忍 讓志工氣壞了 決定懸賞五萬元 揪出正名虐狗狂 追求網家去網路遠方 高雄報導 怎麼會有人狠心的 虐打小狗呢 高雄有名鎮 而發現三隻被棄養的小狗狗 出生不到三個月 卻被人狠狠的用棍棒毒打 其中一隻小狗 被打到雙腳癱瘓 讓人看了毫不忍心 看到草叢邊 一隻米白色的小狗 躺在上頭奄奄一息 之前發現他的民眾 怕他凍著了 幫他蓋上外套 還看到下頭蓋著一張 黃色的往生皺 懷疑是虐待狗的人 為了保新安 才蓋上的 志工們原本以為 小狗沒了生命跡象 靠近時才發現身體 有微微的上下起伏 趕快 病毒性常驗啊 是啊 看到小狗努力的呼吸 讓現場的志工變得好興奮 不過小狗的雙腳癱瘓了 實在好痛 發出了虛弱的叫聲 好 等一下 擦一下 待會擦一下 除了這隻小狗 還有其他兩隻受傷叫輕的 米克斯小狗 他們一樣都被激養在這裡 又被人虐待 非常可憐 志工把他們通通給救走 鬆硬後 目前狀況都穩定了 可能是因為之前被人毒打 所以現在看到人 小狗的眼神還是很恐懼 身子還一直發抖 雙腳無力的垂在一旁 志工們特別為他取了個名字 叫做Stand Up 站起來 希望他的狀況能夠好轉 同時也決定提供五萬元 要大家幫忙揪出這個可惡的虐狗 記者 張國聖 楊仁賢 高雄報導